大腦是人体中最复杂的器官 它只有大约1.5千克 大腦是人体中最复杂的器官 是在各自看的 一家人的器官 是没有人体中的器官 都是完全弄的 这下一个是 有点子猜的器官 是什么 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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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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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改写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灵的历史》。 2009年又组建了《脑疾病研究中心》建立起飞人灵长类平台。 2016年构建出世界上首个飞人灵长类自闭症模型。 2017年11月27日,轰动世界的克隆猴中种花花就是在他们的研究所降生。 这是世界首例通过体细胞克隆技术诞生的灵长类动物。 意味着以体细胞克隆猴为实验动物模型,为人类探究疾病进行基础医学研究的时代,就此开启。 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老科学,怎么样研究老科学为我们社会造福。 我们现在老科学之所以吸引人,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这个研究者,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未知问题。 未知的事情,神秘的事情越多,这个领域是越有发展前景。 我们现在做基础老科学的主要就是认知原理。 这个认知原理可分两类,一种我们叫基本认知。 感知觉,感觉知觉,还有学习记忆,情绪情感,注意抉择是很多动物都有的。 但是有些高等认知功能就是我们高等动物才有,高等动物就像拎长类,到猴类,到人类才有的。 共情心,同情心,亲社会行为,合作行为,有意识语言等。 所以要研究这些高等认知功能,其实我们就需要用非人领长类。 在五六年前我们就决定,我们一定要克隆,就是用体细胞来克隆猴子。 自从多利羊出来之后呢,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除了领长类以外都被克隆了,就是领长类,没办法克隆。 有很多人试了,包括美国的国家领长类中心的很大的团队试了好多年,都没有成功。 所以大家放弃了,而认为这个做不成,因为领长认为领长类跟其他哺乳类动物可能是很不一样,它特别容易受损,因为做这个移植很难移植。 可能也有其他的离权进化的原因是它不能够做克隆。 但是这个结果是证实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克隆。 2017年诞生了两只,我命名中中华华。 这猴子这两只是一个月大的时候,我们17年底出生,现在是两岁多了,长得很好,跟正常和完全一样。 它比正常猴子好像还活泼一点,这都是人工饲养的,照顾它比较多,它看不出任何智力的问题。 这是双胞胎姐妹,中中华华出生之后的轰动了世界。 双胞胎姐妹,中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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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不认得自己 在静止眼不认得自己 他的记忆也是有问题 我们根据统计 你看这个 假如说是在60岁到64岁 你要统计的话 老年痴呆的患者 才0.3% 0.3% 0.5% 2010年时候才0.5% 但是你要是统计 90到94岁年的老年痴呆的比例 现在是达到30% 换句话说 我们有90岁以上的老人 将近每三个人里面 有一个是老年痴呆的 现在平均的寿命 在大城市已经到了80多岁 到90多岁人很多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 越来越多 所以这是面临的大问题 老疾病的社会负担 大家可以看这个表 非常令人吃惊的 你可以想象 假如你家里有一个 老年痴呆的老人 有个抑郁症的中年人 不能够上班做事情 这个整个社会负担 是极为大的 假如这个 不很快地有解决 找疾病的方法 我们这个医疗系统 会面临很大的危机 我们对重大老疾病的 诊断治疗 这包括我们在幼年期的各种疾病 比如自闭症 或者叫孤独症 还有滞胀 成年期我们有抑郁症跟成瘾 各种成瘾行为 老年的时候有退行性疾病 就是退化 大脑退化了 老年痴呆 奥斯海默症 帕金森症 这些都是老年退行性疾病 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 我们希望知道 它治病机理 但是研究大脑的疾病 怎么来的 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功夫 科学家做了好几十年的研究 还是没有搞清楚的 老疾病的药物研发 在小动物上研究有用的 到了临床实验的时候 都失败 都没有效 或者有副作用 问题在什么地方 在过去几十年来 做老疾病的研究 就跟其他疾病研究 都是用小鼠 小鼠做模型 小鼠带了类似人的病 然后我们去检测 那个药对它有没有用 药有用的话 我们就到人身上 去做临床实验 在人身上也有用 我们就可以上市场 就通过药检局上市场 这是一般的流程 一定要有动物实验 然后到人的临床实验 然后才上市能够使用 那这个动物实验 脚做得不好 有很多在动物上有用的 你到人的临床实验的时候 就发现它没用 因为动物脚跟人差得很远 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在很多不是神经病系统 是其他系统的疾病 小鼠模型很不错 研发出很多药物 但是到了老疾病的药物研发了 就是百分之九七的失败率 使得很多大公司 全世界的大公司 都不愿意再研发疾病的药物了 他们的几十亿美金 一个药物研发 要几十亿美金的投入 因为他要临床实验 花很多钱的 到最后都失败了 所以现在呢 这是面临很多困境 所以为什么要用 飞人领长类 来做这些研究了 我们现在就希望 有一个跟人类似的 这个猕猴的这种模型 能够带着疾病 然后就可以用它来 研究药物啊 或者物理干预的手段的 这个模型 看它有效以后 再用到人的身上 这是一个 我们研究主要的目的 自闭症患者 严重脑疾病呢 都有这个自我意识的损伤 严重自闭症 你给它静止 它不会看 它不会觉得 有兴趣看自己 对于自己 不能有兴趣 或者是它不认得自己 假如我们能够研究出 一个动物模型 可以研究自我意识的话 我们就可以研究 到底它的大脑 是出了什么问题 除了人之外 只有猿猴 黑猩猩 可以有少数的黑猩猩 它好像可以认得自己 它可以在静止前面 看自己眼睛 剃牙齿 然后跟棍子剃牙 这个是少数的黑猩猩 猴子没有这个能力 假如大家 家里有小孩 你会发现 在一岁半之前 基本上都不会认得自己 你怎么知道 他认不认得自己呢 你让他脸上涂有口红 你让他放在镜子前面 他会去摸那个红的 那就是 就认得自己的脸 所有的孩子 80%到2岁都会认得 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认得 我们不知道 不清楚 是他学会了呢 还是他自然的大脑 成熟到一个程度就有 这个自我意识呢 这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想 建立一个这个模型 你看这个猴子 一般是 看到他自己会吓一跳的 他不会认得自己 你从小 你把一个镜子 放在他笼子里 他永远不会认得 是镜子里面 是他自己 过去这几年 研究所的功能 和常量堂 就开始做这种研究 他就是把一只猴子 头固定在这个镜子前面 这猴子坐在这里 这是镜子里面的影像 在这个前面呢 就训练他 让猴子知道 镜子里面那个面孔 那个猴子是自己 要怎么训练他呢 就在他的背后 他看不到 自己坐在里 看不到 只有从镜子里 可以看到的 就是这个 用个激光 在他背后的板子上 打个点 他只有在镜子里面看到 但是他手要摸到 那个红点的话 他就有东西 是有奖赏 在刚开始的时候 他才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自己手 是跟那个镜子里面 是他自己的手 所以他开始是摸不到的 到了训练的后期 训练好几个礼拜以后 他开始 你点到什么地方 他手就摸得到什么地方 那就表示什么了 他知道镜子里面 那就是他的手了 他已经建立了这个关系了 他自体的感觉 跟镜中的影像 他要建立这个关系 这建立了关系以后 他就突然发现 镜里面就是他自己 怎么样知道这个 我们就叫他 脸上去涂一个东西 为什么就是 他脸上偷偷地涂一件颜色 他这个已经训练过了 这时候他看到镜子 这个笼子里面的镜子 看到了他就回去摸 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的脸 通过这个 我们在这个领域里 就认为他是自认得自己了 他不耐用摸脸 有时候看着他自己 我们没有训练他摸什么东西 摸这个颜色 他这个脸上有毛 他拔自己脸上的毛 这都是他自发行为 还有以前看不到的地方 现在开始有兴趣了 旁边这只猴子 是完全没有训练过的 他就只会坐在那边看 他也看不知道 不知道他干什么 另外这只猴子干什么 他不会模仿的 只有训练之后 才会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 这个猴子 可以学习在镜中 能认得自己 我们就可以来用它来看 就是现在我们把它放在老影像仪里面 就是训练过的猴子 看到自己的眼像 跟没有训练过的猴子 看到自己的影像的时候 大早中有什么不同 我们发现有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网络 现成的网络 对 感觉到是自己 他自我的感知 他所代表的可以 他的自我意识 可以反映在大脑的活动里面 这个镜中识别自己 是不是就说 我们现在给他看 他可以表示出 他可以看到 能够认得自己 但是是不是他学会了认得自己 还是他原来就是认得自己 不过是学会了 怎么用镜子来看自己 以前的结论都认为 只要会看镜子 就是有自我意识 这是过去四十年来的 这领域都是这么认为的 现在我们对这个领域 这个看法是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认为 自我意识原来就有的 猴子只是学会了 把镜子的影像跟自己对应起来 知道镜子可以反映自己 镜子变成一个工具了 所以只要学习 建立镜像跟自我的联系 他就可以显示出他自我意识 那你家里有养猫有养狗的 你会觉得 他是不是也有自我意识呢 但你要想怎么样 能够甚至他有自我意识呢 你是不是也可以用 这个镜像的实验来做呢 这就是你要让他 一种表示出他的 他能够认得自己的 才知道他有没有自我意识 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就表示 我们可以用猴子 来作为一个模型 来研究自我意识出现的时候 到哪里有什么不同 这个婴和是怎么样 在两年两岁之后 就会认识自己了 我们认为是 婴和这个也是学来的 就是在一岁半到两岁之后 他开始懂得懂话了 懂得知道意思了 家长告诉他 你看这个宝宝在镜子里 讲几次以后 他就懂 既然可以学了 我们是不是 这就是可以来做治疗用了 就你是这个自闭症的孩子 他不认得自己 或者这个老年痴呆的 不认得自己 我们可以用猴子 来作为一个模型 来研究自我意识出现的时候 大脑里有什么不同 来改变他的 这个将来可以做治疗的用途 这就是我们研究 这个非人领导的好处 大家都知道 罗贝尔奖两年前 给了这三位科学家 他们发现了 生物节律的分子机制 我们每天白天昼夜 因为光暗的 12小时光 12小时暗的节律 造成我们身体的 很多的分子功能 代谢都有一个节律 这个节律的控制的基因 是关键基因 是他们这几位开始做的 这些关键基因发现 假如出了问题了 造成生物节律的紊乱的话 当然睡眠不正常了 有精神类疾病 抑郁症在内 退行性疾病 脑廉痴呆病都有相关 代谢性疾病 心血管病 一大串疾病 都可以因为节律不正常造成 所以这个节律基因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就想 假如我们能够建立一个 猴的模型 它节律不正常了 我们可以来做各种药 这几个基因都是 这些科学家发现的 最上游的 调控节律周期的 最上游的基因 这些基因里面 尤其是Bm1 我们觉得最重要 所以我们神经所的 张宏军研究员的实验室 就在两年前 就敲除了这个基因 在猴子里面 拿掉之后 它睡眠非常不正常 在晚上清醒的时间比较多 该睡觉 这黑夜的该睡觉的时候 它是比较清醒的 比野生猴要清醒的 那你看到血液里面的 这个基数 一个基数叫做皮脂醇 是跟压力有关的 这皮脂醇的这个基数 它的平常是有很 白天是很高 夜晚是低 所以它有非常好的周期 这是节律周期 这个猴子呢 完全没有了 一直维持很高的压力 荷尔蒙 这个皮脂醇 这你可以判断 就在这种情况下 它应该是非常有 受到很大的压力 很焦虑的 果然是焦虑性 非常非常强的 这个猴子 它躲在笼子的一边 我们知道它是鬼机 这个一段时间的轨迹 它一直在笼子的 一个角落上下跑 其他的正常的猴子 到处跑 只有它呢 这就维持在一个地方 我们像一般的正常猴子 看到有人来喂食物了 赶快跑出来 要抢食物 这是野生猴 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敲除猴呢 看到人来了 它马上躲在笼子的一个角落 焦虑 是抑郁 非常明显的 这是不正常的 精神类的症状 精神分裂的人 的脑电 有一个叫做 失匹配的这个电波 这可以检测出 非常清楚的差别 我们在这个猴上 也可以检测出 表示说这猴可以反映到 精神分裂症的脑波的异常 也可以看出来 从各种这种症状呢 我们觉得这个猴啊 是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模型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得到五只猴子 有一只猴子 这只猴子 有一只猴子 完全敲除 有三只猴子 并没有完全敲除 所以它症状不明显 没有它这么明显 因为它每只猴子 这个受精卵 被编辑的这些受精卵 来源都不一样 所以它有 集权背景不同 所以它五只猴子 有的可以被完全敲掉 有的没有部分敲掉 所以它的编辑的程度不一样 遗传背景不一样 得到表现也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说 你要做研究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 比较均匀化的 这个动物模型 所以我们要为了做这个 就决定 我们一定要克隆 一定要把 要做出 同样遗传背景的猴子 就是用体细胞来克隆 因为体细胞克隆技术 可以在短期内 批量生产 遗传背景一致的动物 所以在科学研究中 它被认为是 构建动物模型的最佳方法 而猴子等灵长类动物 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最近 所以对克隆猴等 灵长类动物进行研究 对人类更具有价值 但是 自1997年 克隆阳多例以来 虽然有很多实验室 尝试用体细胞克隆猴 但是都没能成功 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通过五年的持续攻关 最终克隆出的这两只健康存活的猴子 中种和华华 入选了2018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同时也是该领域世界级的重大突破 其实我们吴承恩在500年前 COG里面已经预测了 COG就是把身上拔毛 拔出来就吹出来 就跟他一样的小猴子 这个就是克隆 一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用毛来克隆 我们是用皮肤细胞来克隆 比如说你拿一个细胞 一个猴 它身上的细胞拿出来 我们在体外培养 培养了之后 培养得到了就是很多一大群细胞 都是一样的基因 都是同样的细胞核 我们把它的核 把这个细胞拿来 用它来产生一个核 怎么产生呢 我可以放一下 这个是怎么做的 这个做的过程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要先要把这个卵 这是一个卵 这个是卵母细胞 需要吸住 就大的玻璃管 把它吸住让它不动了 吸住之后呢 拿一个玻璃管 很快地进去 把这个 你可以看到一个白点 这白点就是这个核 很快地进去 把它抽掉 这个过程 看起来也要做到 而且不造成损伤 这个是刘真能够在十秒钟 做一个卵 每十秒钟取一个核 这个技术 它练了好两三年才练出来 这是世界冠军的技术 因为要做这个 你要是拿着 取这个核 拿太多的其他的物质的话 它的核就长不好 所以它又快又准确 这是要完全是人工的 拿掉核之后呢 你要造成 把这个体细胞要跟它融合 这就是下一步骤 这下一步骤呢 我们先要 在这个卵的上面 就要用激光打一个洞 打一个洞以后 把一个玻璃管里面 装着细胞 装着体细胞 注射到这个膜的下面 然后这个体细胞注射进去之后 通过这个洞注射进去之后 它留在这个表面 然后它就自动会跟这个卵融合 融合之后 这个细胞核就进去了 能够十五秒钟之内 要把这个完成 我们刚才有个节律未乱的 有抑郁症的这只猴子 躲在笼子的一边的猴子 我们它表情特别严重 它的B-mial-1的基因 完全敲除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的体细胞拿来了 作为供体 克隆出来的五只小猴子 完全跟它一样的 你可以说是它爸爸 但是它身上的细胞出来的 这是今年初我们发表的 你看它刚出生一个月就是这样子 跟它爸爸一样的 表情就是看到人就要躲 就是焦虑 抑郁 我们现在已经在用这些猴子 在塞抑郁药 跟这个药物学家在合作 这个成功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做一个猴子 克隆一个模型猴 只要一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把它细胞拿下来 我们就克隆 六个人就怀孕 找个代孕妈妈去怀孕 六个月就出生 一年之内就可以 就可以长出同样的猴子 所以这个十多短 形成有用的动物模型 因为它的遗传背景是一样的 大家都同样的 这个核产生的猴子 所以减少这个个体差异 对实验的干扰 可以大量减少我们使用 动物的使用量 这样子的话 我们不需要大量的动物 我们可以就先把药物筛选 然后不得不再去做临床实验 因为那个一定要在很 遗传背景不一样的环境下 看你的药有没有用 这个是在动物实验上 一个很有用的一条路 脑科学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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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收看中国经济大讲堂 我们现在很多对未来人工智能的想法 是科幻小说带来的 你大家知道科幻小说的鼻祖 叫做Asimov 在50年代就写了一本书叫 I-Robot 他讲一个Robot瞧不起一个人 说你这个人真没用 要睡觉这么脆弱等等 他那个时候想的 这个就是一个Robot 是一个智能体 那50年代 科幻小说是可以出现这个 但是你知道 事实上人工智能能够做到的是极为有限 这影片是现在一个机器人的研究所 一个博士论文 前几年的一个博士论文做得很好的 基本上现在没有太大进展 就这个样子 你看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展览 都是非常缓慢 都是做一些固定的事情 这叠杯子比赛冠军 机器人哪一年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机器人 这个人工智能的现在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多感觉了 你看现在这叠杯子需要什么呢 多感觉 视觉 触觉 很快的整合 然后感觉运动转换 转换成他的手的运动 他要记忆提取 提取说这个杯子应该是放什么地方 我要做什么程序 要做什么工 然后他计划 怎么样叠 执行这些计划 这些东西现在机器人还做不到 这个我们没有一个机器人 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 这个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科幻小说 虽然带来了一些想象 但是带来了很多 这个错误的期待 期望 对科学家对技术的研发 一个错误的期望 这个还达不到的期望 当然人工智能 现在它的能力有限 但是它已经很有用了 包括怎么样分析 我们大脑的电信号 我们大脑不断地解除老波 在头皮上 因为头皮是湿的 有水分 所以它可以电极 电流可以流到外头来 大脑里面的活动 它实际上可以反映在 这个大脑的头皮上面 所以头皮上电极 可以测到各种波 但这种各种波 它是成千上万的神经元 在里面的活动 整体造成的结果 你很难从这个里面去解码 告诉你到底是哪个神经元 或哪个脑区的造成的活动 但是假如你有大量的数据 然后你又能够有大量的 这个脑活动 比如你想 可以用脑电来控制机器人 你可以想控制机器手 它怎么控制呢 就是它想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析 这样子的脑电 是它对应了 它想着要朝右 以后慢慢就可以准确地 用来控制这个手 但事实上 这个信号怎么来的 并不是真正能够解码 但是已经可以用了 比如说 在这个人假如是有抑郁症 他抑郁症的时候 他出现了脑波 他是异常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脑波 但是假如你能够 很准确地 这样子的脑波 就是对应到 他可能有抑郁的症状 这样就变成一个指标了 所以将来 由于使用大数据 就可以解释很多 可以有很多用途 虽然我们不知道 它这些数据 它本身是怎么产生的 但这里又有问题 在这里 我们看医疗数据也是 我们医疗医院里面系统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数据 这些数据 能不能够判断你这个人 是不是有病 有什么样的病 那我们假如说 有人说包括你面孔的表情 包括你走路的状态 都是数据 假如这些数据都收集起来了 可以是不是可以 就是有疾病的 有某种病的人 他有特殊一组数据 是最合适的 然后你不断地去学 机器不断地学有 假如成千上万的 这种这样的病的人 数据都有了 都机器都会学 他可能就可以认出来 某一些组合的症状 就是代表某一种病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虽然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 会有种症状表情 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来做很多事情 你好 浦老师 因为最近脑机接口 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方向 那么请问 脑机接口在未来 会有哪些领域可以应用呢 脑机接口的应用相当广 首先脑机接口有两类 一种是非侵入式的 一种是侵入式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脑电波的 就是电机放在头皮上面的 是非侵入式的 非侵入式的应用会非常广 这种接口非常有用 比如说包括诊断 从脑波诊断来判断 你的大脑的状态 做疾病的诊断 可以用脑波来控制外面的机器 外骨子隔 比如说你有瘫痪的 你可以用脑波来控制 外面的器件 帮你走路 这些都是有可能 马上就可以用的 另外一种就是侵入式的 就是侵入式的 就是直接把电机插入到大脑皮层 那侵入式的好处是 它可以记录更多的 更准确地记录大脑的反应 大脑知道哪个区域出来的反应 因为我们大脑皮层 你只看外面皮层的电位的话 它不能够确定它的位置 所以侵入式的可以更好的 用来做操纵外面的器件 像美国现在出来几个走路的 帮助人走路的 利用的就是侵入式的电机 这个是在医疗上面的用途很高 有些老机接口是闭环式的老机接口 可以做来调控大脑的功能 比如说你想睡觉了 或者是不想睡觉 想使它进入睡眠 你可以非侵入式的 这个记录你的电波 然后来看你的脑的状态 然后做反馈的老刺激 那又是另外一个接口 来刺激大脑 也是非侵入式的 让你这个大脑进入睡眠态 或者进入清醒态 像这个都很有用的 包括我这个睡眠有问题的人很多 这个吃安眠药 用很多人都没笑的 所以假如有很好的这种 老机接口的调控模式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有用的工具 还有这个开车的 长途开车 你不能让它 要让它保持清醒一段时间 要能够观测它的大脑状态 能够提醒它 能够改变它的大脑状态 让它维持一段时间 能够正常工作 内脑人工智能 这个前沿的科技 会有很多社会伦理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可以控制你的大脑 可以电磁机 可以读你的大脑 谁有权来控制这个 你的父母可不可以做这个 你的医生什么情况下 可以调控你的大脑 这是要有个伦理标准的 我们现在研究大脑 研究脑疾病 要研究各种药物治疗 各种康复手段 都是要修复大脑 保护大脑 但是我们这个能力 是可以增强大脑的 我们可以增强大脑的智能 就像运动员吃兴奋剂 他可以跑得比较好 那就吃兴奋剂的人就强了 那这个我们不允许了 还有问题就是说 我们人工智能 可以取代什么职业 现在的大公司 他都想发展 通用人工智能 通用机器人 他不是光是 以前都是机器人 做一样的工作 做装配 但他现在要做 要更强的机器人的话 那人就不要了 他当然大公司愿意 他省钱 他一天要四个小时 可以操作的 所以将来就不要工人 哪一些职员可以 将来工人可以不要 我们社会上 就会出现劳工问题 失业问题 那这个是什么的程度 我们就要 不能让企业来做 每个国家又不一样 发展中国家 跟发达国家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就刚刚院士说 人工智能还面临一些 伦理的问题 并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假如有一天 就人类给予机器人 自主思考的能力 您觉得机器人和人类 会和谐相处吗 或者说人工智能 以后会朝哪些方向发展 谢谢 这是一个假想的情况 所以我们假想到那一天 确实出现 有自我思考能力 真的跟人差不多的 一群机器人出现 那时候社会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 这就是需要 我们要考虑的 这也可以算是 伦理的问题 也就是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必须要设计 我们的一种模式 我们将来的发展的 出来的人工智能 是要怎么样的管控 是要怎么样服务人类 造福人类 而不会有 不会有这个危害 这是我们的社会 要定的这个标准 跟走的方向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 这个原子弹 科学家搞出这个连锁反应 直到可以释放能量 物理学家做出这个之后 他造出原子弹 但是也有物理学家认为 这个是一个可以用来做能源 核能出来了 所以怎么样能够管控核武器 然后发挥核能的优势 好处 让这个新技术服务 造福人类 那是政治家社会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要事先考虑到这些问题 我们比较近期的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劳工问题 就是比较不是你讲那种 人工跟人一样的机器人 我们是讲只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机器人 可以取代劳工的机器人 就光这件事情我们就需要对策 更不要说你讲那个了 你讲那个是 我们将来还是要对策 社会有自己调控的能力 我们对人类社会 对自己有信心 可以能够对新科技能够调控它 使它不为我们人类造福 而不造成危害 未来十年我们国家会大力支持 老科学的研究 我们国家正在考虑 2030创新重大项目 我们称之为 老科学与内老研究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主体是做基础研究 是做老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 这是我刚才说了 知道大脑的环路 知道它的功能 也要知道大脑的发育率 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基础主体之外 有两亿 我们叫一体两亿 一边我们希望能够 研发出各种脑机接口 就是比如说 用大脑的信息控制机器 用机器调控大脑的信息 这种调控技术 还希望能够研发出 新的计算方法 人工智能里面的 机器学习的方法是关键 希望能够 类似人脑的 机器学习的算法 还有各种类似人 神经元 神经网络的这种器件 还是各种智能体 机器人等等 未来的人工智能产业 可以从这里发展 另外一意 就是脑疾病 就是知道了 认知功能的基础 我们对很多认知 相关的重大脑疾病 我们可以早期诊断 在还没有发病之前 我们就先能够发现 有各种指标 然后就及早干预 很多的病 像退行性的疾病 这个病已经发了 到后期了 就很难治了 越早发现这个疾病 早期干预 是最好的模式 要做这个 也需要建立很多 临床社区的对列 人群对列 大数据的收集 才能够知道这个 所以整个 这个中国老计划呢 在这个 这一亿的出口呢 就是我们的健康产业 这是各种医疗器件的 产业发展 也会有很大的好处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